作为一个入党46年的老党员 我连续参加了17、18、19、20大 在人民大福堂聆听了20大报告 《新潮红白》一笔的季度 这次20大报告再次强调文化自信、自强 就证明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志气、武器和底气 我一直在想怎么样让中国文化的经典和书法 和当代全民阅读以及广大的书法爱好者 得到一种焦虑 《日读论语》是我首书的《论语全文》出版社的编辑 把它编辑成每天一则 然后用几种不同的颜色 代表春夏秋冬 在欣赏经典文章的同时 还有专家的注视 来更大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对中国经典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对书法的喜欢 《书法有法》这本书是我二十几年前写的 结合中国传统书法史用有趣的 大家都能听得懂的、看得懂的语言来叙述 引导大家对中国书法的热爱 我们中国书法家协会呢 配合建国七十周年、建党一百周年和今年的写二十大 举办了书法大展 受到了良好的含响 我也参加了中国文联的《诚德上语》 做无限两个有情怀担当的唯一工作者的全国宣布演讲 跑遍了二十几个省市 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需求的迫切 我们的创作导向一定要是一命的中心 向他们所想及他们所急需他们所需 我们要用手中的毛笔讲好中国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